谁给你配的 我的父亲 领子也没翻好 放外面了 这个方巾也不是这样叠的 为什么这么打扮呢 你们还穿着背心 颜色又不搭 因为本来是没有穿这个马甲的 然后因为这两天天气比较凉了 然后就 你老头啊 你天气比较凉 这么年轻就天气比较凉 富于保暖对身体挺好 年轻不珍惜身体的话 老了的话就来不及了 我的天 你是怕年轻的时候落下病 对 没错 老了就没身体 因为我妈妈就是这样的 你妈妈是什么身体 她的话 其实她就是腰肌老损的特别严重 年轻的时候拼命地工作 然后到了以后之后 她的腰脊椎就变形了 压迫了神经 现在的话没有到瘫痪的地步 反正就是行动不是特别方便 所以你就从小就一直深受教诲 对 一定要保养身体 对 那你肯定穿着秋裤了 您怎么知道 瞧你那这个裤子 里面皱成这个样子 里面如果没有一套保险装备的话 会这样 虽然我穿了秋裤 但是我一点也不冷 你应该说我 虽然我穿了秋裤 但我一点也不热才是 对 怎么叫我穿了秋裤 你穿了秋裤当然不冷了 我又没穿 真的是 行 刘东青 刘东青是个怪孩子 听得出来 是吧 是个怪孩子吧 应该算是 我自认为是 有多乖呀 多乖就是 没做过什么不乖的事 什么叫不乖的事 比如说我妈妈小时候说了 外面很危险 你玩 外面很危险 不是 她指的外面 你是个姑娘啊 外面很危险 因为外面有车呀 这一类的嘛 她怕我撞到 或者说有管买小孩 把我带走怎么办 那时你多大的事 那时我还没有上小学 那还比较小 然后她就说 你玩可以 但是不许出这个区域 她指这个区域 是我们那个小区 你妈是孙悟空啊 你去画个圈 在这一边 在我眼里 我妈比孙悟空的本人还要大 我就特别听她的话 说孩子们都喜欢打游戏是吧 她也喜欢 但她打游戏跟别人不一样 她打游戏没打一关 她都要做笔记来总结 而且打的成绩特别好 她打这个大二王英雄联盟 已经打到了最强王者 然后每次玩完游戏之后 都会在本子上 记录下自己的经验 总结自己的问题 这个比较好 是这样的 就是在大二的时候 我记得那个时候 应该是大一开始 这个英雄联盟这款游戏 就已经在学校非常火了 然后在大二的时候 已经基本上 风靡了各个宿舍 或者是我的学生会 他们就是差于饭后之间 就是基本都在谈论这个游戏 然后我就觉得 跟他们都没有 几乎没有共同话题了 所以说我每一次 结束一场游戏之后 我都会做一些的就是记录 然后每天晚上要钱 都会稍微的看一下 通过半年的努力 我的水平一直在提升 最强王者 我达到之后 我没有跟任何人说话 他们还在谈论这个游戏 我只不过默默地 打开了电脑 然后把我的那个界面 调出来 其实内心是澎湃的 当然非常澎湃 默默默把电脑打开 然后我就去了厕所 过一会儿就听到 宿舍有人说 怎么回事 这是他吗 就大概这种话 然后我就证明了自己 从那以后吧 他们就觉得我很厉害 然后我也找到了 这方面的自信吧 达到了巨大的满足感 对对 就是这样 我从来没有听说过 任何一个游戏故事 会讲得这么励志啊 太励志了 太励志了 我觉得这小伙子 真是不错 但你活得好累啊 对 没错 你何必在乎他们呢 我不会打就不会打咯 要不说您是专家呢 其实您几句话就听出来 我活得特别累 跟什么事都特别较真 特别较真 对 特别较真 这小伙子呀 其实真的有点语重不同的 通过当刚才的描述啊 你会发现他的心境啊 特别传统 成熟于一般的孩子 你对他的人物性格特点 有什么点评吗 东青其实是个蛮稳妥的人 稍微有一点内敛 然后有一点小忧郁 这样的男孩 做行政人士是个宝 要不然你要不跟着 其他老板走 跟着我走也行 对 他有专家的点评 来 我们来看一下 他的刑警资料 这一份刑警资料呢 就是我在大学毕业之后 然后我去了一家婚庆公司吧 我一般是负责摄像的 拍照记录不是很好 有点现丑了 下一页就是我取得那个 那是你吗 对对 天哪 你也有这么闷骚的时候 那个照片呢 其实是我很久以前照的 当时呢特别喜欢就是Michael 然后呢 你会模仿Michael吗 并不会 一点都不会 你看你看你看 我又没说让你模仿 我知道如果我再不见 那个 肯定有点 你很有先见之明 突然我就强迫他做一下 因为他从小到大就一直 没人强迫他做 他不能做的事 突破一下嘛 你试一下 那你来一下没 来来来来 鼓掌鼓掌 有Michael Jackson的歌吗 不用 不用 来来来 不是 简单的 我只会一个动作 简单一个动作就可以了 预备开始 就这样吧 不错不错不错 就是这个是我好几年前会的 你是需要被激发的 对 那我就想问你 今天来到这是谁帮你 投的简历 或者说提的是个申请 可以说是我和我妈妈 两个人 是你有这个主动意识 还是妈妈先提醒的 是妈妈先提醒的 因为我一开始 是不太敢站在这个舞台的 说实话 那你今天来找工作 你肯定也做了功课对吧 对 对对对 你想去哪家啊 我想只要能提供我天津岗位的 并且是人事和行政方面的 你总有自己心仪的吧 对对对 比如说迎科 迎科 对对对 比如说 迎科只招美女 美男也招 还有吗 比如说 不好意思 那个就是中国的那个 做薯条的那个 做薯条的 在那 等你很久了 吃过那薯条吗 今天就去了 翠生生 对 翠生生 全中国 还买什么呀 去了以后免费吃啊 那还好 以后你的工作任务就是吃 不吃都不行 谢谢您 就这两家是吧 暂时来讲就是比较 你要吃走行了 身体 这个没有美女喜欢了 怎么办 这是工商 你今天来应聘人力资源 对 和行政 对对 刚才已经有人说 很认可了 你要求薪资多少 我要求薪资是四千 有没有地域的限制 最好是在天津 天津以外 你看你这么好的孩子 希望你能够范围广一点 对 我也会考虑 北京也考虑 对对对 现在那就好 来 第一轮环节 选择蓄火流 大家 有一个坏孩子 把你给灭了 好 十一盏灯 接下来我们进入 天生我有才 来 把他的职场测试题 拿出来 据调查 36%的90后 会在工作第一年 选择主动的闪辞 是80后工作人群的3.5倍 对于这样的职场现象 你是如何看待 我是这么认为的 首先随着90后的就业人数 就业压力比80后要大 所以说留给他们的岗位 越来越少 然后但是他们面临的选择 却越来越多 因为互联网的实行也好 什么也好 他们选择越来越多 但是他们真正锻炼的能力 却没有提高 我觉得是不如80后的那种干劲 他们不是那么迫切 对对对 这是一个伪命题 没有80后和90后这个说法 它只是跟年龄有关 一个人20来岁的时候 刚刚大学毕业 我的看法是就是一个 不断去尝试的时候 然后找到一个适合你的事情 我是觉得因为现在 就是不管是各种电视 影像 就是对于 对于现在90后的冲击 是比较大的 他们很多是想象中的工作 是什么样的 和实际 实际上是有误差的 所以陕试也会比较多 但我觉得陕试 对于如果说我只是对一个工作的体验 我觉得也没有什么问题 陕试不重要 重要的是你要知道 今天我踏上第一个台阶 明天第二个台阶 为了那一天的做铺垫 那我觉得是最棒的 唐白燕 这道题考的是什么 这道题 我同意韩总讲的话 没有80后90后 这是个伪命题 我经常跟我的同事讲 我是一个生在70年代的90后 90后的人群 可能知识结构更丰富 然后层次更新鲜 我既要快意飞马 也要大口吃瓜 我既爱旅游飞扬 同时我也会把PPT当维他命 很好的一代 我很喜欢 今天我有一个问题想问你 但这个问题可能 对你的性格有挑战性 假设说你在一个 看热闹的一个 非常拥挤的人群里边 结果有一个人 非常明显地清晰地 捏了一下你的屁股 而这个时候 你还走不了逃不掉 那你觉得 你会怎么样反应怎么做 首先我敢肯定的是 我绝对不会捏回来 我也是这么想的 我可能会非常严肃地 就是跟他说 我说无论你有什么目的 请不要再这样干了 就这样 其实我们最开头 对这个东青的想法 是他一个没有主见的 让妈妈做主的 这样的一个孩子 但是我一直觉得 他的内心 其实是有他的底线的 很多表面上 像他这么苍白少年 非常柔弱的一个男孩 可能就算了 就过去了 但是他没有一个 想要逃或者回避的 一个态度 反而是直面对方 他说他敢于直面对方 直接去对应 那我觉得 他其实是一个 真正的有他自己的内心的 所以这点上 我觉得我们应该 给他鼓个掌 不过那个浩阳 我想说有一个问题 人家你要知道 首先他父母 是什么样子的 如果他父母 是有非常有教养的 非常有文化 气底蕴的人 他听父母的 没有什么错误 对吧 你从他的这个穿着打扮 和他的言谈举止来讲 他的家教是非常好的 父母给他 他很多的帮助跟支持 所以说 我说在这一点上来讲 不见得听了父母的话 就是错误的 你发现没有 在这个舞台上 有好多其实能力 特别平庸的小孩 就因为家教好 他最后获得了 很多老板的欢迎 对 我特别同意 他非常的 他这个说明什么呢 这个说明 在这个东青身上 能够表现出 我们传统文化的 那种魅力 实际上他现在是 已经成熟了 应该能够走出 他的父母的这个影子 比那些莽撞的 这个冲撞的 这种走法 要强得多得多 侯总你再说 这就这样过了 我感觉在看一个伟人了 已经 我认同他应该 听母亲的话 这是一种现象 但是我觉得 你的刚才那个捧 对 不断往上 这是一种现象 往云端生腾 生腾到我们 都不知道该 如何去落地了 我并不是说 他已经做到了 我本来同意你的话 就是说 我们不是反对 听妈妈的话 我们是反对 没有原则的 听父母的话的 那种小孩子 那种小孩子 没有自己的独立性 但是东青 我觉得不是这样的人 非常好 不是 我觉得东青的背后 像是我们看到了 一个家庭教育 对一个孩子的 深深的影响 其中我刚才 想抛一个问题 就是你今天 有舞台这样的表现 你会觉得 你妈妈带给你 最深的最好的影响 会是什么 我觉得我妈妈 给我最大的影响 就是说 她一直告诉我 为人要正直 但是说实话 小的时候 用正直两个词 我根本就不知道 什么叫正直 于是她用了 另外一种教育方式 就是告诉我说 这些事是你 绝对不能去做的 这些事是你绝对 不能去做的 还有就是我妈妈 给我带来那种 就是那种干劲 因为我妈妈 她的腰不是累坏的吗 所以说她可能 鼓子里带有那种 她执着于这件事情 然后就算是 一定要做成 对 就这种感觉 我可能是来自于我的妈妈 而我的爸爸呢 我觉得就是 他给我带来的 更多的是一种勇气 其实单纯的 我妈妈如果和我说 站在这个舞台 我还是不太敢 但是我爸爸也鼓励我说 就说 儿子 你到底有什么怕的 大不了不就是丢一回人吗 你至少比那些 不敢上来的人强 其实我们不能否认说 龙生九种种种不同 这是一种 有好的 但也有它有缺点的地方 有活力的那种 离经叛道的 也有好有缺点的地方 但是我们在教育的过程当中 始终有一点 无论是哪种教育方式 都跨不过去的 就是父母一定要教会孩子 两个字 责任 他身上其实最优点的是 责任这两个字 并不是说他听妈妈的话 他站在这儿 我就感觉 他对自己的每一句话和行为 他都是负责任的 这就是好的 但至于其他的方面 我们不必过于的褒奖 也没有必要过于的去贬罚 每个孩子 为自己说出的话 自己做出的事 你都要为此而付出 你自己的责任和代价 这就可以了 来 第二轮选择 薛货率 还有九盏灯 侯学军提供岗位 我给你的职位是 市场部的营销策划专员 工作地点在北京 给你提供的职位 是东方英总部 人力招聘专员的职位 工作地点在北京 我希望你能来我们公司 做人力资源部 这样的一个招聘专员 工作地点在北京 谢谢 吉米 吉米无品店是提供给你的岗位 是海外销售专员 它的工作地点是在成都 医学教育给你提供的岗位 是运营助理 那么在北京工作地点 我给你的职位呢 是英科律所的行政主管 工作地点是在天津 东京优曼给你提供的职位 是人事行政助理 这个目前的话 这个工作地点是在北京 我给你留的岗位 是我们的行政 今天你在台上 所呈现出来的一切 所有的一切我都喜欢 我对你非常的满意 我脆生生薯条提供给你的职位呢 是行政经理助理 如果你觉得这个岗位 你觉得不好 还有其他很多的岗位 让你来选择 我要定你了 灭掉七盏留下两盏 去吧 我从来到北京 不来到北京 在北京 我对我们的政治工作人员 太难了 太难了 俺就要留下了 我对你 能在北京 哪一高 和北京 都rs 现在 这位 ap期 国 我们 我 最后 嗯 李群岳华 弹钱不伤感情 来写下你们的薪酬 首先问你一个问题 对这样的薪酬 你是否满意 满意 满意 你可以问一个问题 没有问题 索性没有问题了是吧 真没有问题了 来 把另外十盏灯亮起 有没有薪酬高过于6000的老板 多秒 好 把十盏灯灭了 来 思考十秒钟做出你最后的选择 顶级摄影 翠松松 谢谢再见 你 用四字来形容吧 受宠若惊 因为我没有想到 像我这样一个人 能得到这么多老板的认可 同时呢 我并不满足于现状 我觉得现在呢 我只是站上了一个新的台阶 这个台阶上我还是零点